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 是 筹 在关门里面啊 它是一个响心字 它是这样的写 你看 这个上面是代表衣领 这个裙盔的地方是代表衣袖管 这个就是代表衣服的大巾 它画了这个几个线 表示毛 意思就是说 这些衣服就是这样的手皮剥下来 这个毛没去掉 这就是用手皮制成的衣服 这个就是什么 筹 它的本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事情 它就里面就是加了一些美容 有的里面加了一个手 意思是这个手从这个衣袖管里面生出来的 架构文造字的非常简介 到后来的时间 越添加越多 越添加越烦 每一个架构文是表明很清晰 很多的字就是一个不认的字的人 那一看那个家伙文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而到后来的一些文字 你没有那样说个字的人 没有多么说的人 到后来的时候 你干嘛就不认的字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丑就到后来 这个字就变成三下几个字 这个丑是表深的 这个意是表形的 最主要一看 这是一些衣服嘛 上面还有毛嘛 这是一些丑皮大意嘛 可以看就清楚 里面要是在加些东西以后 你就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了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不同文字的写法 来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博文里面呢 好几个不同的写法 都是写的一个衣服上面 有合作的毛 这是一件衣服的样子 这个地方呢 写了一件毛 表示这是一个毛屁一件 第二款写法 写成这样 这个地方也表示几个毛 这个字仅仅就是各个人的写法 有时候不一样 它的几半的构型都是差不多 这上面就是毛兜的 第四款呢 写的这样 在加工文里面 就是根据这个衣裳上面 一号的毛 它的几半性都是一样 到整文的时候呢 这个字就写的比较复杂了 这就是早期的时候 它写了一块字 它写的这样 这个表示一灵 里面呢 写了这样的一个符合 有的时候这个地方 这个是表示毛 或者是某种动物的尾巴 这是周创早期的一块写法 周创中期呢 有个字写法 它这个当中 它写了这样一个字 这个地方写了 是写了一个手 底下呢 有好多的毛 这个旁边 现在是衣服 这是周创中期的写法 周创中期呢 还有一块写法 这一块写法呢 基本上和加工文是差不多 这是在酒门里面 唯一的一个 它和加工文是非常相似的 这里吧 已经衣服 完美好多毛 里面 右 右就是变变手 就是这个手 中期就光伸出来 有的时候 把这个筹拿到手上 到周创晚期的时间呢 这个字呢 它就变得比较逗了 现在这样一个 变化比较大 到小庄那时 它就把这个筹 这个字呢 放到中间去了 外面是一件衣服 小庄是这样子写的 这是E0 里面写了一个筹 这是小庄的写法 和这个合在一起是个E 当中是个筹 在绿数里面 它的写法 就是根据小庄这个字来的 台写的这样 这儿写了一个筹 在立变里面 这个字就写成这样 这个字到开束这些呢 就把这个筹 搬出来了 筹写在上面 底下写了一个衣服的E 开束就写成这样一个 这个筹这个字的本意 就是用野兽 它这个没有去掉毛的这个皮 受伸的服装 所以说分解释里面呢 筹就是皮疑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星式 在周庄的时间呢 这个筹呢 它是一个管命 在周庄的时间呢 它只是一个工匠 主闷做这种 臭皮衣服的那些工匠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 臭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